飞飞飞飞飞蝶 五蝶 黄黄子骄 每天都兴起 都兴起 飞蝶 五子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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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飞蝶五子骑 听到的这个音乐 你有觉得 觉得一种安心感吗 因为它其实是给 宝宝成长世界 它其实是给新生宝宝听的 它叫宝宝成长世界 新生篇 哎呀 这个是一个听友送给我的 我现在突然间忘记这位听友的名字了 真的很抱歉 就是在收到很多礼物的时候呢 都会分批整理 然后呢开始慢慢的 不管是清洗啦 上架啦 收纳啦 或者是分赃啦 所以有的时候 哇 一乱之后 就忘了 很抱歉 谢谢你 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你 他寄了很多CD给我 有一些我早就有了 然后我会再割爱给其他的朋友 那我也留了一些我没有的 比如说像这个是 很酷啊 邦宝室公司出的 一系列给小朋友听的 从新生儿开始 慢慢长大慢慢长大 所以这个邦宝室也是蛮厉害的 就他们还出了这样子的 就是育婴过程 母婴的这个CD 是Yvonne吗 就是你知道CD有很多功能性嘛 像有些CD可能是让你觉得很开心 然后有些CD呢 就是让你听了很嗨 但有些CD呢 真的就是让你听了觉得 就是怎么讲 就是大人听可能会觉得说 就是听了会觉得 会有些问号 像你说我现在听了 我会比较好睡吗 我不确定 可是他是给小孩听的嘛 所以你要找小孩来实验嘛 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CD 就是他可能不是为了我而准备的 我还买过催眠CD的 就是他催眠 这很恐怖耶 我如果真的被他催眠了怎么办呢 但是我当然是没有被他催眠 就是有很多CD在听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点觉得奇怪的啦 不过没关系 我还是很喜欢 这个应该是Yvonne在7月的时候寄来的 但是我好像没有跟他脸书的连结 所以我现在收不到 好希望你有听到哦 我现在正在播放你歌爱脱姑给我的CD哦 我还留了一张演奏曲 巴黎岛斯巴音乐 多久没有去斯巴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多久没有办法出国 更不要说是巴黎岛了 巴黎岛我只去过一次 但我就还好耶 我知道很多人很爱啦 那以前那个某一段时间 那个我记得桃子姐 超级超级超级跟新美姐 超级超级超级爱去跟常去的 那么在做斯巴的时候 确实应该有点音乐 我做过一些按摩或斯巴 最气的是 他临近马路 所以他隔音很烂 所以你在正在进入那个 开始浅眠的时候 突然间会有车水马龙的声音 很瞎很瞎 那当然有音乐非常好 你会忘记那个手感的动作 你会进入音乐 最后舒服的睡着 然后醒来的时候 就觉得说我很浪费钱 因为你在睡着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享受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按哪 然后什么感觉啊 是痛呢 还是爽呢 还是怎么样的 你睡着了 你睡着了耶 你刚刚按摩前 你白付了 你根本没有感受到 可是睡着好像是对的 因为你很enjoy 你完全掉进去了 掉进去音乐 或掉进去他的手法里面 是很正确的吧 是不是很矛盾 掉进去 合理啊 正确啊 可是你就没享受到啊 搞不好他真的很会按 或是他很不会按 你根本不知道 我也很怕那种石头的 石头一开始觉得很舒服 后来觉得有点烫 但是你又不能说 不好意思 那个身上的石头 有时候他们还出去 让你享受独处的时光呢 我有段时间非常喜欢SPA 在台湾 几乎台北各家有名的 我都去试过 我实验精神 从那个很平价的 到口碑很强的 然后味觉还好 到很贵的 我都去试过 最后我跟我太太呢 最喜欢其中的一家的手法 但是环境还好 那另外一家呢 环境还不错 手法还行 但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流动率 因为SPA其实很吃手法的嘛 它是手工嘛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去 觉得很喜欢这位师傅 这位按摩师 下次再去 去换了一个人 那我就不会再去了 因为我们去的不是为了装潢 也不是为了音乐嘛 对吧 所以流动率很高 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一个好的SPA呢 你一定要搞清楚 隔音 音乐 手法 香气 各方面 那这个手法呢 手工 手 怎么讲的 反正就是它的 手工 手段 假设它真的很厉害的话 老板 你一定要加它的薪水 因为它走了 我们就不会再来了 对吧 我这一种 那这个手法呢 我只是想让它们 我 那这个手法呢 我以为它是有些 东西呢 我们再过来 我再进去 我们再进去 我以为它是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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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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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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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